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四十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众向商业发展 请看李卫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相遇2024 2023年末我们将共同欢接2024年之来临 回顾过去一年对许多人来说充满了心酸和挑战 在美国国内由于通货膨胀利率高居不下 影响了房地产之市场交易 民收物价也在上涨 对低薪阶层造成巨大之压力 美国总统大选已经拉开序幕 前总统川普一句移民毒害了我们的血液 引起大家之愤慨 如果他再次上台可能是一次掀起排移民大潮 你家后院的杂草还有人割吗 我们大家绝不可小视此事 纵观世界红海附近 由于无人机之被击落 即美军精神在伊拉克发射火箭 造成地区之紧张 俄乌战争至今未见和平 以色列对加萨走廊继续其屠杀行动 南海附近中非两国不断较劲 这个世界真是不太平 然而我们对未来也要充满信心 在这块土地上仍然生活着绝大部分勤劳善良的国民 我们每天站在个人之工作岗位上 努力完成自己工作之任务 过去一年我们曾经号召大修斯顿地区国际社区各族裔领袖 组成德州族裔联盟 继续为自己的公民权益而奋斗 大家共同拥护之德州参议员惠特曼尔高票当选了修斯顿市长 希望他能带领大家共同为新政而努力 感谢观看